汉惠帝刘盈是西汉第二位皇帝 由于年幼即位 政治实际上由其母亲吕智掌控 他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受到母亲掌控的帝王之一 吕智是汉惠帝的母亲 也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 他对政治非常有追求 而且他非常有权势 对汉朝的政治和军事有着重大影响 在汉惠帝的治下 吕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通过各种手段来掌控政治大权 至于汉惠帝的权利 最终使得汉朝在他的干预下陷入了混乱和衰落 首先吕智采用了明确的措施来限制汉惠帝的权利 在汉惠帝年幼时 吕智被封为太皇太后 这个头衔在西汉时期是非常特殊的 相当于皇帝的祖母 而吕智利用这个头衔来掌控政治大权 汉惠帝虽然已经成年 但是吕智仍然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干涉政治 他凭借自己的治谋和手段 控制了朝廷的诸多重要事务 使得汉惠帝的实际权利大为受限 例如 吕智利用太皇太后的身份 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官 并干预皇帝的婚姻 外交等事务 使得汉惠帝在许多政策上 难以行使自己的意志 其次 吕智在政治上采用了党派斗争的手段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吕智利用家族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治派系 通过操纵官员的任免和军队的调遣等手段 使得自己的亲信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地位 同时 吕智也采用了排除异己的手段 打压其他官员和派系 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 这种党派斗争的局面 使得朝廷内部分裂 政治体系不稳定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叛乱事件 对于汉朝的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最后 吕智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制约翰惠帝的权力 在汉惠帝时期 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紧张 多次爆发战争 为了控制汉朝军队 吕智派遣自己的亲信出任汉军将领 而非资历和能力更为优秀的将领 使得汉军的战斗力受到影响 此外 吕智也利用战争和军事机会来压制和消除政敌 例如将被吕智视为威胁的冯唐 调往边境镇压匈奴 最终导致了冯唐被杀的悲惨结局 可以看出 吕智在汉惠帝时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通过掌控政治大权 利用党派斗争 干预军事等手段来制约汉惠帝的权力 使得汉朝的政治和军事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这种情况直到吕智死后 汉惠帝才逐渐恢复了一些实际权力 但是由于汉惠帝的政治天赋不高 加上汉朝内部的混乱和匈奴不断的侵略 使得汉朝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 在授治期间汉惠帝也做出了一系列反抗动作 一 通过党固之祸削弱吕智势力 公元前172年 汉朝爆发了著名的党固之祸 党固之祸指的是汉惠帝下召追查党人的罪行 以清洗朝政 但由于这个事件牵扯到太子刘居 长公主等吕智的亲属和政治盟友 导致了政治大动荡 成为整个汉朝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 在党固之祸中 汉惠帝逐渐展现了自己的决心和能力 成功削弱了吕智的势力 首先啊 汉惠帝下召追查党人 大规模清洗政治对手 不仅清除了一批吕智的政治盟友 还逐渐削弱了吕智的势力 在党固之祸中 汉惠帝虽然没有亲自出面 但他的姿态和立场 让人看到了他维护权力的决心 其次 汉惠帝在党固之祸中 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手段 来打击吕智的势力 他掌握了党固之祸的主导权 策划了一系列重要行动 例如查封吕智的庄园 举留太子刘巨和长公主等 吕智的亲属和盟友 这些措施都削弱了吕智的势力 使得汉惠帝在政治上更加自由 最后 汉惠帝还利用党固之祸这个机会 对政府机构进行了重要改革 加强了自己在朝政中的控制力 他缩小了官员的权力范围 通过新制度的建立 使得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自己手中 这样的措施 不仅削弱了吕智的势力 还使得汉惠帝在政治上更加稳固 二 通过外交手段扩大汉朝国力 汉惠帝还利用外交手段 扩大汉朝的国力 从而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加强大 在汉朝内部 吕智和汉惠帝的矛盾一直存在 惠帝需要在外交上寻找支持 以确保自己的地位 与匈奴的战争 在汉朝初期 匈奴就是汉朝最大的外患 不断侵扰汉朝边疆 汉惠帝统治时期 汉朝与匈奴之间爆发了几次战争 汉朝先后击败了匈奴缠鱼 收复了师弟 这些战争对汉朝巩固边疆 和扩大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汉朝的胜利使得周边各国 对汉朝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纷纷向汉朝表达友好 有利于汉朝的外交 推行律令制度 惠帝在位期间 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 推行了一系列的律令制度 以加强中央集权 他制定了律令 规定了各种犯罪行为的刑罚 并规定了司法程序和裁判标准 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他还颁布了鬼神 奏书 令等一系列法令 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增强民生福祉 汉帝在位期间 致力于改善民生 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他实行青瑶伯父政策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加强了对贵族的控制 保护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他还加强了对土地和水利资源的管理和开发 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同时他还大力发展商业 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 为汉朝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鼓励文化发展 晖帝也非常重视文化发展 他聘请了一批著名的学者为他撰写史书 如汉书和史记 这些史书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还设立了太学 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人才 如张恒 李玲 司马迁等 这些人成为了汉朝文化的重要代表 总的来说 惠帝在位期间 不断探索和实践各种政策和措施 促进了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他虽然受制于履知 但仍然努力争取政治主动权 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威 为汉朝的繁荣和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断探索和实践